高雄有两名男子坐在了超商聊天 当中一个人看到巡逻远警神色开始慌张 警方见状上前来询问 结果他却是拔腿狂奔 过程当中还一度跌倒 最后远警在巷口包抄成功的压制歹人 一查之下才发现 原来他是一名失联义工 才会见到警方就心虚落跑 一出超商脚底抹油 迅速开溜 跑没多久马上撞到看板 顾不得扑街摔得一身痛 爬也要爬起来继续狂奔 跑完马路换骑楼 钻完骑楼换马路 远警追到自己也差点跌倒 最后警方巷口包抄带到人 到底逃什么逃 原来男子是失联义工 该外籍男为邓男 系越南籍失联义工 初步调查 但难吸引矿子 招前雇主通报逃逸 20号下午两点多 他和朋友坐在高雄三民区 一间超商聊天 看到原警就一脸神色慌张 警方觉得不对劲 上前问话 他却借口要到机车置物箱拿证件 一出超商马上拔腿狂奔 逃了一百多公尺 在两名原警包抄下 遭到压制逮捕 全案依法移送移民署 高雄分勤队接办 男子与其拘留半年多 担心被遣犯 才会拒绝盘查 当场落跑 不过再怎么会跑 终究跑不过远景 记者高雄综合报导 准备好 谢谢观看